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收看 C基金特約股壇思堅 我是C基金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詩老闆小永青先生 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是6月28日 星期五收市 明天是G20 大家都很期待 究竟是開BB 到大家在節目出街時 到下星期一、二 雖然我知道C先生 你們都看好發展 不如我今天轉個話題 問C先生近期心水的投資機會 如果大家是C先生的粉絲 可能會猜到一點 C先生近期在你的專欄也說過 看好一件事 看好黃金 現在應該是太遲 遲一點 其實年初我已經看好 可否跟觀眾分享一下 究竟C先生為何在年初 已經開始看好黃金 於今個月大家看到 金塊開始浪費了 還有沒有機會 C先生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黃金 黃金 過去八年時間 都處於低位徘徊 所有大浪都已經是 一零、一一年左右 當時到達1,920美元 現在跌至1,100美元 都試過跌穿 在和1,400美元之間 徘徊了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短年計 最近才突破 先不說技術上的因素 我為何看好黃金 除了最近局勢緊張 避險 人們避險 都與聯儲局解釋 聯儲局有沒有機會 一直縮表下去 有一定的關係 我自己認為黃金之前 是因為美國為了令美元 成為世界上最能夠被接受的 儲存財富工具 所以刻意貶低黃金的價格 貶低黃金在金融市場地位 如果你說1971年之前 美國自己也走根本位 35美元 換1盎司黃金 但是 整整整整整 美元發了很多 很多歐洲國家 尤其是法國 就不給面子 一賺到美元 跟它換黃金 跌加一條數沒有多少 現在條命令下來 以後都不足夠了 黃金就不能印 美金就可以印 如果大家覺得黃金重要 如果要的話 美元就沒有這個地位 但是 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文化 都曾經試過黃金 作為一個交換工具 一個貨幣 中國是這樣 大部分的 埃及 巴比倫 印度 印度很喜歡銀 但是 很多古文明都用黃金 再交換 因為它比較穩定 有些產品 有些產品 會氧化 會變 金比較穩定 而且稀有 不容易找到 變成 用來做 一個 價值的儲存 儲存 儲存 加換工具 所以全世界都接受 但是現在 你會發覺 全錢入銀行 便可以收利息 放金入銀行 還要付倉租 按照銀行拿著金 它都可以當作有價值的東西 去放貸給人 其實銀行真的有高空間 真的可以借黃金取 不過它賺了你 我們不知道 借錢 但是比較少 黃金不當作一級資產 不能給你利息 按照你拿去借錢給別人 便可以收利息 所以現在大部分地方 都不能夠全金收利息 還要付倉租 你拿黃金有成本 少人喜歡黃金 美元便大行其道 但現在世界局勢緊張之外 美國開始減息 另外之前說想縮表 減息就是經濟前景 不樂觀 現在叫倒掛 長債息口比短債還便宜 為什麼長債息口會低呢 就是不算很多人願意借錢去做生意 借錢做生意 賺兩厘利息 他也怕付不起 前景便差 如果經濟前景差 聯儲局便沒有什麼條件去縮表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 西方美國其實 靠什麼維持經濟增長呢 最好當然 經濟增長是一種自然的有機增長 生產力提升 生產力提升 投資有回報 公司有回報 可以派息給股東 可以加伙計人工 收入增加 又去消費 他又再投資 現在的情況 投資可能回報很低 甚至虧本 沒有什麼能力 派息給股東 派息給股東 即使派到家人工 其實不太普遍 尤其是歐美國家 這十多年 都是加生加得很少 少數1比99 那一成人 一個百分之的人 不是一成 就很收入 99% 都沒有什麼增長 沒有什麼增長 他沒有能力去消費 沒有能力消費 社會沒有需求 還怎麼去投資 投資出來產能過剩 現在已經產能過剩 庫存過多 你再去擴展業務 就賣不出 那怎樣可以令到 經濟還可以增長呢 還有動力呢 就借錢給你買 購買 大學還未畢業 很多銀行以前 去稅金 申請信用卡 給優惠 將來 貨幣數碼化 都方便你借貸 是 我們的經濟 是靠借錢 去促重消費 令到繼續發展 所以美國還欠二十幾萬億 平均是幾萬元 政府又借了很多債 家庭又借 大學生又借很多 企業 好像最近桑德斯 說想免費大學生的債 其中一個原因是 讓他再去花費 刺激 所以如果貨幣不寬鬆 貨幣的成本上升 很划算 買車又買不起 買樓又買不起 經濟如何移動 所以要不斷舉債 如果不斷舉債 那怎樣還 經濟又不是好 就靠借錢去持續 唯一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要銀資變值 現在借一些很花好用的錢回來 日後還些不停花的錢給你 可以減輕 即是七一年 一盎司黃金是35美元 現在一盎司黃金是1400美元 升了40倍 升了40倍 即是購買黃金的能力跌了90% 即是也路貶值 現在在低位開始突破 前一段時間沒有人注意黃金 大家都忘記了 最近黃金開始多些人注意 因為它有突破性發展 衝破阻力位 開始外國黃金ETF 都膨脹了 因為它會增加 我相信 隨著減息 美元會弱 特朗普想人民幣升值 想美元貶值 間接等於加了關稅 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美元是弱的 利息又不高 全金沒有利息的弱點 沒有那麼明顯 機會成本便便宜了 所以我自己看 這次如果真的轉角確認之後 以前黃金一個浪升幾個開 一定是高於上次的浪頂 和市底升五倍 所以可能這一轉也是剛剛第一個 問題是否確認真的突破 我覺得無論國際大環境 貨幣因素 央行也在購買 其實去年央行已經開始購買 譬如中國和美國有貿易赤字 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 你的科技不賣給我 我買黃金 買美國黃金回去 都可以減低貿易赤字 美國一定很不高興 如果中國說 我光顧你買黃金 他說你玩我 信不信我多你幾個 中國過去那段時間 不算買得多 我看過的數字 外匯儲備當中 黃金佔比中國 是差不多全球最低 不夠10% 你看到美國、德國 基本上外匯儲備中 差不多七、八成都是金 所以如果大陸肯買得很厲害 我們現在還有三萬億 所以之前一直沒有做這件事 因為如果中國欠很多美元 美元貶值對它都沒有好處 如果真的 以後摩擦擴大 真的要做的時候 你拋售了美債做什麼 不如買些黃金 好 最後一段時間 我代導演哥哥問先生問題 剛才知道先生你說 看好黃金 他有個問題問問你 如果小投資者 真的會跟你買金 已經不會很少 如果少投資者看你少到甚麼程度 我初初出來工作很少的時候 出了一兩月有錢就買金幣 那些不需要特別找地方儲存 加拿大有風熱金幣 美國有英陽金幣 南非有富格能金幣 大陸也有紅貓金幣 這些不是買金幣 還要讓人現成色夠不夠 除非買大銀行出的金磚 香港金銀貿易場出的九九金 買了就當作儲存錢 不好處是沒有利息 但現在銀行利息很低 你說數銀紙不夠摩金幣 那麼實正 不要當賺大錢 有保險 真的貨幣出問題 全世界紙幣大部份都是 價值歸零 蒸發的比例很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可以儲存金幣 比較簡單 真是很少投資者 多一些 可以購買ETF 香港或美國也有金的ETF 也有交投資者 就算太活躍 美國有GLD 購買金的ETF 如果想風險大一點 購買金礦股的ETF GDX 波動會比10斤大 但看重 和美一點 但那些已經 屬於 不是少玩的 都買一手 美國好像沒什麼行 起碼賣得多 沒有一個惡努 但經紀不想你購買 真的太少 至於買一些紫黃金 你要留意紫黃金只可以換錢 不可以拿索金 對數 對數 如果你撞正 金融市場比較波動大 賣的時候 他付不到黃金 你只付一些現金 在那個時代 可能現金一聲就蒸發了 馬先生 你剛才說的全部都有些嗎 我基本上 都有些 買金礦股 買黃金ETF 有些都很久了 有些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會增持 未來再看下去 都應該看得更好 我自己看 如果這次真的轉角 進入 牛市 是升了幾年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有師兄和我們分享 投資黃金的看法 如果大家想回顧節目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出現 戶口 4 心 賤 是 賤 柄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